中寮乡一年一度的热林学习中心成果展 于玄林宫前广场举办 现场聚集了许多社区长辈到场来展现这一年所学习的成果 使活动相当热闹 非常感谢各界对中寮热林学习中心的鼓励 那今天呢我们是办理了中寮热林学习中心的成果展 那今天呢所有的长辈呢非常的认真 那准备了这一次的活动 当然我们今天也与社区理事长联姻会 共同举办这个联欢晚会 为了其实就像让更多的长辈 看到我们热林学习中心所有长辈努力的成果 然后进而能够推广 让更多的长辈愿意走出来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未来我们期盼有更多的长辈 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那快乐学习忘记年龄 先议员廖以前也到场参与此次的活动 也肯定这次的成果展 让长辈们可以展见所学 我希望说先青年在成果展 扮了我感觉非常好 因为在唱歌啦跳舞啦 都为他们生做功 跳到这样 哦 都很难做 大家都有成就感 大家都心裡很乐意 哦 这样 它能够 压力会做这个 所以说 搬起来就会让我们这些老大人 有个成就感 当然他们的心情就是会欢喜 会欢喜会欢喜 先议员要只有肯定热林中心主任的用心 截止拉近长辈们的情感 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出来 在我们的时势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老婆 可以让老董事 可以大家在那里做学习 希望在这次的成果展 能够让长辈们展现所学 也希望能够持续学习 丰富老年生活 记者李永称 中疗 采访报导